從100空冷年開始 這段時間稍作人就提案 要將他們進尾 帶有富民意義的抵抗這個名稱 來改名做伊達授 首先提案就要將抵抗派出所和抵抗各社 先來改名做伊達授 作為第一目標 為主稍作在11號暗時 要來接開參明台會和共聽歌 三次他們要照顧找回來 民族的尊嚴 我將名為伊達授派出所 授作一個議員就慶張 就在川民台會 向大家宣佈要將抵抗派出所 來敬名為伊達授的訴求 除了現場參加的授作人 全體驅促動議同貴 我們今天來參加的 就是說來簽名的 民族的一半投票去參加 投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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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育的正式的傳民台會 也在到我們出席所有的 這些傳民的同意 我們會將正式的傳民台會的結論 來送給我們政府 讓他們來正式 將我們的 立法派出所 來更名為伊達授派出所 還有門志月村的村民 對學校更名這一案 有沒有共同的想法 那我們學校在校務會議 同仁就是希望說尊重我們的村民 還有社區家長 校友 大家如果 都有大多數的共識 希望學校怎麼做 我們都願意配合來辦理 會長在這裡感到很開心 就是說 公廳會大部分的人 都是認同說 改為伊達授國小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很開心能夠 希望縣府能夠盡快 讓我們這個案能夠快點通過 討論的結果 獲得了大家 包括我們族人 還有我們村民 多數人的這個贊成 統一來做這個更名 也就是今天的結論 就是我們未來 多數人跟多數人國小 都要更名為伊達授 派授和伊達授國小 摧迴民族尊嚴 是少數人最近幾年來 這起行動的目標 對著捍衛團統聯繫 也開始為經名來做起 雖然困難中中 少數人強調 為了民族成順 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記者的民選參謀報道 謝謝 謝謝